各位觀眾 我一會兒要坐飛機的 所以早幾分鐘開始 可以早幾分鐘完 小夏剛才上來 我趕著先 她差不多 還有十分鐘上來 我想大家看看這個形勢 實際上你們都清楚了 但是你們可能沒有什麼變得那種 所謂崩盤的狀態 現在中共基本上很多方面在下降 就是惡性循環 我們可以分很多方面 你們都看到了 我們不要只是含索樂禍 這些就是變成了實去冷靜 來解決我們自己內心的那種報復心理 我們要看下官這麼多 就是大家看到了 它幾方面 你看人權就不斷惡化 不斷惡化 就是它現在 當你對付問題 一個問題你可以專心處理 譬如一共對五六個問題 同時在立惡性循環 那你就很頭痛了 就是你根本顧不到 而且會急急 會很躁 人很躁 做的決定都是 很多時候都是錯誤的 這些我們都見過了 就是在那個壓力 多方面的壓力一起來到的時候 而且在那裡惡化 沒有一件事情是有得翻轉 可以康復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問題大了 我們只要看人權 人權已經去到 去到女子網購協會 說不在中國和香港舉行 那這個情況之下 它多數都是 那我不做你又怎麼樣 就是多數那些人的自然的反應 在習近平之外 那就不做了 那就不打笑網購 就打不了 就是它這樣的反應 就是很自然的 個個都是這樣的 有人這樣制裁你 你就當然是自然的反應 你看看吳錫進那些是典型的反應 無論你沒有問題 那這樣的態度 就引致更多的國際壓力 世界上那些人都是 他們都不是很老闆的 他們都會繼續有其他的 在香港的女子集團 女子團體 運動團體 一直加下來 那你一般就紮的 就是 我是不是不放 我是不是不放 放它出來 是不是? 憑碎出來 是這樣你就怎麼樣 這些多數都是很基本的反應 就是人類的自然反應 那這就是一棟東西了 那跟著呢 內債 中國裡面的內債 內部的債 地方債 企業債 就開始呢 大家都沒有辦法 因為地產一想 就牽一發動全身 一連串的 就這樣就開始 開始就是 救不了啊 你明白嗎? 同時你怎麼救得這麼多呢? 你不可以不斷印多10%人民幣出來 來支付的 就是你要經過一套系統 那你現在那方面壓力 你一天只壓4小時 就算你不睡覺 你應付得多少 他現在包著那些 說幾千家大企業缺錢 同時跟銀行 銀行同時追他們 你不追他們就不行 你不追他們的銀行就變成要破產了 所以你說這個內債 接著是外債 外債大家看到了 要美國大通銀行的主總裁 魔力大通的主總總裁 去香港追債 就是很大件事的了 就是有些大筆錢的根本收不回 因為收不回就 骨牌效應 那些整個中國的信譽出了事了 那就無得彎的 根本是無得彎的這些 我最近都在幫小夏搞那些電影融資的問題 人家一聽到中國兩個字 當然我們不是在中國 所有跟中國有關係的生意 你不可能不明白 不用談 所有現在 你談所有的借錢給中國 新的借錢給中國 談都不用談 別提起 這個就算你很賺錢 又抵押 但是這些事情在中國發生的 這些學會在中國發生 談都不用談 我不是做的 但是我聽到這樣 所以整個金融出了大事 軍事上也是 你只是看潛水艇 你看到現在澳洲說搞完潛艇 台灣原來不斷在搞的 你怎麼知道印度沒有搞 日本沒有搞 那個都搞了合潛艇 那些船在海面就是什麼 叫做跛腳鰭 那些潛艇在水底 你就很容易攻擊它 它會動的 海面它隨時 你的船的速度很慢 它什麼都可以用導彈打你的 所以海面的船這些東西 根本就是過去了 等於坦克車 現在打仗沒有人用坦克的了 用坦克那些是笑話來的 你坐在那裡被人打 用什麼呢 炸你的坦克用什麼呢 用導彈車去打 所以傳統的武器 基本上除了隱形飛機有用之外 那些東西真的越來越沒有用 一定要太空 太空導彈 高速導彈 海底 就是一直在更新著 大家 所以我們的思維 你想想 我們去年的思維 還是用那些傳統武器的思維來說 大陸會打台灣 不是的 根本現在全部都是用最新的做法 而且很多都是我們根本想都沒想到的 聽都沒聽過的 所以一定要用這些思維來想事情 傳統的思維 要登陸台灣 要去找些人 找些算給他過海 這樣的思維 根本是沒有可能的 告訴別人 現在這些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術 不是今時今日的戰術 大家看到了 中共一月外交又在我性循環 越來越多國家 對它不行 可以說每一方面 經濟自己也在搞死自己 出口也在我性循環 買晶片 又看一看美國就越卡越多 想想這件事可以我們兩用 軍用 雙用 都可以兩用 它就靠你 只會一天被人嚴重 而且你自己做的壞事 只會被人抄出來說 就是一天被一天 鳴喻破產 所以這件事 講到最後 我一年多前 我就形容這個圍堵 對中共的圍堵實際在加劇 在加劇 一路一路收緊 收緊 收緊 有孤立 有圍堵 俄羅斯救不了它 俄羅斯只顧不下 它們經濟一頭 你們都沒有去過俄羅斯 我一直去的時候 搞那些油田 那些東西 根本裡面已經爛了 俄羅斯 那些人已經不懂得做事了 唯一就是靠國家出口的抗產 地下資源來派 普京就真的很勤力的 我賺點錢來派給那些不做事的人民 和那些大小的官員 和那些所謂貪戶的那些兄弟 就是這樣 沒有的 俄羅斯之前你見過俄羅斯的產品 除了一些武器賣給中國 基本上不行 那些武器都不用說了 現在美國這樣幫那麼多國家做武器 整整一下武器 整整一下全部供應 是由西方自由世界供應的 俄羅斯的東西根本是落後的 不是的 你看著 印度 反正就改了 印度也是搞潛艇的 美國也是搞合潛艇的 反正都轉去美國那邊 德國 法國那一套所謂用柴油 雖然是很小聲 都基本上聽不到 但是時間不夠嘛 柴油會用光 用光 用光 但是盒子用不光 所以這個問題已經搞到差不多 就是惡性循環開始了 你看到了 就是一種向內的爆發 影響 根本看到了 看到了什麼 你說他現在到底打台灣好 還是不打好 盡退兩難 盡退兩難 看到他那種亂土 沒有 舉期不定的 振腳開始大亂 這個就是我們看到很多大公司 就是這樣 錢就是這樣 就是多幾房門幾個債主一起來追 你怎麼辦 銀行又追 債主又追 個個都來追 你看到他 以前借出去的錢沒有一家都收得回的 一家都收不回的 最多就是給客人 我支持你了 但是以前借了幾萬億出去的 那些不知道的 我們看表面可能是少於一萬億 但是我可以保證你是幾萬億美金 借了出去 那些非洲那些 丐幫 丐幫 丐幫兄弟 哇 那些錢就出去了 自己 自己出去了多少錢 那這次你看到了 澳門 你就知道 流了多少錢出去的 所以我賺到話了 那時候 差不多20萬億裡面 賺了那些外匯 現在基本上就空了 乾了堂 全部那20萬億 就可以說不知所蹤 它也不需要向你人民交代 20萬億 就是中國老百姓 那些二十幾三十年的那些新老的錢 就給它全部洗光了 現在還要遮得了 還要遮得了 還要遮的錢 連利息都還不到 你看它多辛苦 你自己當作你的家產就還了 它國家應該人民幣可以換回外匯來還的 好像恆大 它借回來是外匯來的 轉回人民幣 它還的時候 為什麼要給它人民幣換回外匯呢 不行了 對不起了 沒得談了 你自己賣了你的家產來還 就是它幹了堂 這個就是 我講了很多次 大家看到 形勢就是這個樣子 香港它也不做了多少事 它這個只不過是下一個命令 你敢敢敢選舉 它就在這裡做了 已經沒有新的命令下來了 就是它那邊自顧不下 就不會再有新的迫害了 整整一下呢 隨時還軟化都不出奇 軟化都不出奇 根本就是不行了 你沒有錢怎麼打仗啊 沒有錢跟人家吵架啊 沒得咬啊 很明顯的 這些我們做生意的人就明白了嘛 你沒有錢也沒有氣 氣也沒有外 好嗎 你們可以看到的 多方面可以每一方面 科技方面 也是 都是 人家弄一下弄一下 這裡又生水喉 那裡又不給你技術 你怎麼搞啊 那以前人家從來沒有還手啊 現在剛剛開始還手啊 你已經手忙腳亂了 現在西方剛剛開始還手 原本人家根本就不是 沒有想著 還想著多忍一會兒 你就逼他 逼他 逼到他 逼到他 現在你開始說一下話 你已經玩完了 那個女子網球女說 我不給你 我不在你那裡舉行賽事 大把國家搶著他們舉行賽事 你看 這些全部的技術 他每次讓他走 譬如安病病毒 調查那裡讓他走 讓他過得過 那些人記住的嘛 你明明就是隱瞞事實 那這些東西 他記住他不說的東西 更危險他講的 他不說的東西 他就在那裡 每次來以後中國的項目 我看都不看 包在那邊 整個前途都沒有了 他以為我這次走掉了 不用做我賠償了 但是他那種暗中的破壞 對他自己的聲譽的破壞 他不說的 共產黨不懂這些東西 他以為全世界只有他最聰明 他就知道人家就不知道的 就是這樣的心態 就是看不起人 高傲 中國人是很聰明 尤其是做壞事 但是人家不會看不到的嘛 只不過人家沒有證據 那就不想隔離 又不想和你破壞 但是到一定的程度 這個所謂你的信譽就崩盤 崩盤之後他沒有東西的 他不就完全收回所有的錢 只是全世界收回借給中共的錢 已經夠它臨當了 整個政權就要扔下來 搞到最後人家說我收錢 你還不出來 我就不跟你做生意了 一路凍結在那裡 人家就當我壞象處理 以後你就中國就不用做生意了 他不知道這個借錢你不還了 影響到你整個貿易的 所有的和對外的交易 基本上可以牽一發動全身的 人家就去法庭那裡告的嘛 告了只要是封你資產的嘛 封你海外的資產的了 不是的 那你怎麽還跟人做生意呢 你的船去到都被人扣低 你的飛機飛到都可以被機場扣低的 中國那些什麽都是割認的嘛 對呀 你一離開中國大陸 他就有權購了 在公海去到哪裡都可以購你 他們沒試過習近平做過生意 他怎知道呢 他不吃這些東西 沒經驗了 沒有一個有經驗 所以鄧小平知道 根本你跟美國人做到就是等死的 那些人不明白啊 所以我們知道那些人